几大普分 安利中国植物研究中心落步无息 可是他到底研究植物的哪方面 有机种植 这还不容易 不就是没有化肥和农药吗 真是too young too simple 不擦化肥和农药什么的 果断只是入门标准 纽翠来的有机种植规范 它有一般有机种植那些 关键内涵 但是比它更广泛一点 更强调的是千人合一 就是希望以人为本的文化 在里面的呈现 我们尽量把这个农场 环境的原始生态性能完成 保证这个环境 生态的多样性 我们会不定期地 对农场土壤 植物 营业用水 通常的环境空气 进行不定期的采样 然后送到专业的试验室 进行这个建计 把这个土壤进一步分析之后 就知道它缺什么少什么 多了什么 有可能我们会撒一些 经过调和的一些土壤上去 也可能会非常有目的地 种植一些植物 让它对在某一些 营养成分上有机位 当一个土壤 是一个比较健康的土壤 那这些营养 才能够被传递到 种子里面去 这是一台便写式的 叶绿素含量的测定仪 那我们用这个仪器 可以实时地监测 叶子中叶绿素的含量 实时监控整个作物的 及时的生长情况 扭出来的有机种植 更强调的是植物的多样性 是怎么样从自然到科学 很好的有机结合起来 通过这种自然的方式 把最好的自然界的东西 传递给人 完全惊呆了有没有 有机种植也是要有心机的 用心做事给你全五分好评